买奢侈品 商饮 信用卡刷刷刷 还不上 现在这老俩吧 把房子也都卖了 父母经常说一句话 我们死了这钱放哪儿去 还不都给你的吗 早晚也是他的 他那就早花嘛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十年的计划 把父母卖掉的房子给卖回来 浪子回头金不换 但愿你开始新的生活 今天在这里跟家里 以及您说一声对不起 有请主持人 图美 真情致线 从新开始 谢谢你拿着 谢谢你们 都来了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图磊 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我们都知道 被伤害无疑是痛苦的 但是你们可曾知道 如果伤害你的那个人 他意识到了错误 却无从表达歉意 其实他比你更痛苦 所以说爱是人的本能 但表达歉意 同样是人的需求 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节目 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在节目当中 我们将见证 每一声对不起之后的种种故事 也将共同见证 每一位致歉人的完美蛻变 所以电视机前的你 如果有任何的歉意需要表达 有任何的遗憾需要弥补 欢迎你联系我们 我们将帮助你 共同直面过去 重修就好 来认识一下我们三位嘉宾老师 美女主播依宁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依宁 著名媒体评论人石树思 著名心理专家夏东豪 好 一起来看到今天的VCR 总会在梦中 惊醒过来 回想起一年前 发生的一切 总希望那只是一场 虚幻的噩梦 但现实 总归是现实 2015年的每一天 对于我而言 都是痛楚 悔恨 艰难 和决心 每天 两点一线地活着 上班 倒线 加班 赶路 我想证明我自己 证明我的改变 证明我的决心 证明我有资格 和家人说一声 对不起 她说她要向家人 说一声对不起 看来她做了 对不起家人的事 来 我们掌声有请 她口中的家人 掌声欢迎小姨 小姨 小姨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大家好 您多大年纪 我49 49还做不了我的小姨 我小姨已经50多了 小姨怎么了 这片子里面说 她要向家人说声 对不起 一年前我这个外甥 跟我借五万块钱 他说他去炒期货 说那个期货 那个利润很大 借钱的时候 说不让我告诉他妈 因为他妈岁数比我大 是我姐嘛 我心想 这孩子这么信任我 我就别跟他妈说了 私底下 我没跟先生说 就给他拿了五万块钱 结果呢 期货炒赔了 这五万块钱 他说还也没还 才知道他骗了我了 小姨对外甥也挺好的 你说姑姑借侄子 五六万 好歹一个姓 这小姨姐外甥 借个五六万 这小姨也算是不错了 因为从小 我跟我姐姐的关系都特别好 这孩子小时候都特优秀 上大学的时候做兼职 基本没让家里超过心 所以对他都特放心 我问一下 他这个给你借了五万什么 小姨父没意见 因为现在这中国这社会 你也知道一般都是女人当家 我自个儿的私房钱 男人哪 男人 在跟我这儿拿这五万块钱 以前他有跟他妈那儿拿的三万块钱 他妈为这个孩子气得不行 现在这老俩吧 把房子也都卖了 租房在住 反正挺惨的 什么 三万块钱至于把房子卖了吗 他刷信用卡越刷窟窿越大 刷了多少到后来 以至于要把房子卖了 第一次等于是从他妈那儿三万 打我这儿还是五万 这是第二次了 后来我才知道 中间又有一个十七万 最后好又多了又个二十九万 一共加起来五十多万呢 信用卡刷刷刷还不上 银行起诉完了就得抓进去 如果这是你的孩子你会怎么样 那他要要钱我也会给呢 也卖房 那就得看他到什么份上嘛 因为现在不都这么一个嘛 你是哪里人 我是北京人 北京的 家里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父母 父母经常说一句话 我们死了这钱放哪去 还不都给你的吗 早晚也是他的嘛 他那就找花嘛 我们真没脸谴责他有时候 因为自从我有了儿子 就顺利地混成了孙子 我们家排序你看 儿子 我老婆 保姆 狗 我 但是外面泪成狗 对 也是为了孩子 这我认为 人之常情 但很多事就坏在第一次 你知道孩子 习惯测父母的心理底线 他看我做得多坏 然后呢 我就再往前再放肆一步 我觉得他知道 有人会帮他出钱 所以他就一旦养成 他不断借钱的习惯 有多久没见着他了 现在打出这事 都有一两年了都 没见过了 想见吗 想见 真想见 真想见 要钱 掌声欢迎一下 不好意思 还钱 行 咱说说吧 借了几次钱 借了四次 第一次借了三万块钱 向谁借的 找父母借的 干嘛用 当时因为工作了 跟主管关系不好 也觉得这个工作 没有什么太大的前途 所以就决定辞职 换了一个工作 但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 半年的时间 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 然后就见父母说 找到新工作了 需要培训 然后借了三万块钱 买了一个苹果的笔记本 九千 买了一个 阿玛尼的包 花了九千 一万八 买了一些 还剩一万二 奢侈的衣服 包 鞋子 然后把这钱都花光了 第二次找小姨借了五万 第二次怎么不向家里要了呢 因为觉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怎么不好意思了 自己垫吗 作为培训费 结果拿去挥霍了 不好意思 再开口了 这次怎么还涨了两万呢 越要越多了呢 因为 买奢侈品 上瘾 然后 又买了什么呀 给自己换了一辆 高档的山地自行车 美丽达的 花了六千七 因为 穿着高档了 别人看你的眼光也不一样 他会夸你说你这个 有品味 然后在人面前显得 有面子 然后就 一发不可收拾 喜欢了买奢侈品 您像二姨借那五万的时候 是想着会还的吗 想过好好工作 然后 来还小姨 然后第三次呢 第三次借了十七万 十七万 好嘛 几倍 向谁借的呀 信用卡 向信用卡借了 这次不向人借了 向卡借 又来了一个二十几万 二十九万 也是信用卡吗 你得办多少张信用卡呀 总共办了七张吧 总共 欠多少钱 总共小姨的跟银行的 欠了五十多万 所以家里把房子卖了 是你让家里把房子卖了的 是因为我跑出去躲债 然后银行催款到家里了 然后家里怕出事把房子给卖了 到现在还见过父母吗 没有 多久没见了 多久了呀 没算过 没算过大概多少 你不记得吗 也多少年没见了 出了事就没敢再见父母 跟家里 父母多久没见孩子你姐 这有一年多了 也有一年多没见了 想吗 想啊 老叨了 想不来让你来 他爸血牙高 这血牙总下不来 现在住院呢 他妈得往那医院送饭呀 医院买饭一天就得二三十块钱 自个儿做不能便宜点吗 所以说来不了 就不违派你来 他看这孩子到底是变好没变好啊 借他十七万的时候 他就说以后不会这样了 那十七万就是 他妈他爸把那个所有的积蓄 又跟亲近朋友别人借的钱 以为他悬崖勒勒马就打住了 结果没想到后边又有大的了 听见没有 高血压住院了知道吗 知道 那你还不偷摸的去医院看看 我怕 然后就躲起来了 听说你以前不这样 你小姨说你以前挺好的 是 上大学的时候还得过奖学金呢 是吧 一三等奖学金 品学间又小的时候 要不然没想到他变成这样 你怎么回事啊 怎么突然之间喜欢上奢侈品了呀 遇到了一个同学 然后原来他学习也不好 然后抄作业经常抄我的 后来毕业了 他没考上大学 就跟父亲去做了工程 然后现在开着宝马 穿着也比较奢侈 就觉得为什么自己是这样 而他现在过着有钱人的生活 心里就觉得特别不甘心 然后 这朋友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 他穿成什么样 我们见识一下 我之前就是没听过的一些奢侈品牌吧 然后衣服都特别上档次 你看我们三位老师上档次吗 你看你觉得他们身上谁最大牌 你看看 看看 你觉得谁穿的衣服最贵 都挺上档次的 你看不出来什么叫上档次吧 我也分不太清楚 就是觉得 就比那普通的衣服买来 穿着要显身份地位 我跟你说 档老师 我觉得他是真的不会看衣服 他觉得他的衣服高档 完全跟当时他同学穿的没有关系 而是那辆宝马车 对 他觉得那个是身份的象征 所以他会联想 觉得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好的 其实他不知道 开宝马的那个人 都是借钱加的 是 或者只是个司机呢 好 看见他很风光是吧 所以你也想 我想觉得不能掉价 然后我就开始买这些东西了 第一次买了阿玛尼买了 这个什么iPad是吧 就算了呗 就不挺好了吗 但是后来跟他们走得近了 就是结识了他这一个朋友圈 大家都说有钱人 就是 说说有钱人都是怎么玩的 听听 就是大家一起去一些高档酒店 高档酒店 然后KTV KTV 然后做足疗 做足疗 好像也不玩得怎么样 做足疗都出来了 还玩什么 打麻将 打麻将 有钱人也打麻将 我还以为动不动去澳门呢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上档次的 必须说一个上档次的 但是再怎么样玩 玩不出五十多万呢 你后来借十七万 还二十九万 这干嘛去了 总出席高档场所 就认识了那个酒店的一个大唐经理 然后长得也挺漂亮的 然后一来二去就跟他熟了 然后后来就是两个人就开始交往了 然后我们开始交往之后 我带他去了一趟澳门旅游 真去了澳门的 然后住的都是五星级酒店 花了很多钱 然后送了他一辆奔驰的小车 租了一个比较高档点的房子 然后把这钱都花光了 你听见他的生活吗 我听见 听见气得我不成的 你不刚才还说钱应该给孩子花吗 他们就这么花的 他们一开始不是说炒期货 第二个说是培训吗 后来这个 这些事你是第一次知道啊 是 你听了什么感受吗 当然气得 要是我们家孩子肯定不会让他 我问一下 你姐过的是什么日子 你姐是什么收入水平 她就是企业职工退休老俩 现在企业职工也就三千来块钱 两人家钱大概多少钱 五千块钱 五千块钱 住多大房子呀 原来一个两居室 这不是为了给这宝贝儿子 然后生活当中会有一些什么娱乐呀 旅游啊之类的 这不可能的 那个 没有 这不是让他儿子带他去那什么 替他去看澳门迪伦 现在怎么想着来了呢 出事之后 银行催款单就来了 我就解决不了 我就去找那帮有钱的朋友 我就想找他们寄点钱 把这个洞签补上 他们当时就是口头答应着说没问题 小钱 然后后来再给他们打电话就不接了 然后就把我给拉黑了 他们失联了 然后女朋友也知道这个事了 知道我不是有钱人 然后也走了 然后工作也辞了 把那房子也退了 搬走了 你就突然之间成孤家寡人了 以前夜夜生歌的日子 就变成了夜夜哭泣了 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感受到了什么呢 当时真的就是 不应该只顾自己的表面吧 应该多去努力工作 然后注重一下自己的内在吧 说这么简单 我想问一下你 当你这些债已经临到头上来的时候 当你一遍遍打那些人的电话 想找人帮忙的时候 当没人帮你的时候 你心里是什么想的 心里挺无助的 我当时就为了躲债 我就躲到了北京 一个地下室里居住 里面一半是仓库 一半是我睡觉的地方 然后没有暖气 我就为了取暖 就有时候会偷偷地跑出去 坐公交车 然后暖和了 然后再回家睡觉 这时候想妈妈了是吗 想爸爸了是吗 想但是不敢回家 为什么呢 觉得挺丢人的 原来一切都挺好的 让我给 回了 说起来倒是很简单 就是为了买东西 买着买着买着 就买了五十多万 但我相信这是一个逐渐累积的过程 现在年轻人总是有一些 特别不好的地方 他们以为接近了财富 就拥有了财富 他们以为接近了权利 就拥有了权利 就像他那帮朋友 他以为跟他们在一起玩 我也有面子 我也上档次 夏老师 这样的虚荣心理 当然不是一日之寒 可以成动的 说白了 小许就是自卑 小许你很自卑 对吗 那自卑的人遇到问题 在心理学 他有两个问题 就是解决方案 一个叫内归因 一个叫外归因 内归因就是什么 改变自己 自我成长 外归因就是什么 就看重外表 我要钱 我要装扮 我要打扮 那他走向了外归因 但是我想说的是 小许现在 他需要不是骂 我看到 或许我的职业关系 我看到他这个 需要帮助的人 你不要说 因为不好意思 而不敢回家 你不敢回家呢 其实是更失败的一个人 我觉得你应该 鼓起勇气 回家 而且认错 因为认错 恰恰相反是 我改变了 我改头坏面了 接下来你要付出行动 好好地给父母看 给小姨看 你改变的结果 而且是一个持续的结果 我相信你以后能改变 能成功的 夏老师 我听到过一句话 还挺可怕的 就是之前 也有碰到过 像小许这样的例子 然后当时我就问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会控制不了 自己的虚荣心 一定要这么去做 然后他们告诉我说 有的时候 你想要成为一种人 或者说有的时候 你想要从这个高度 站到这个高度的时候 你就只能伪装 你装着装着 可能就成为那种人了 他们会抱有这样的心态 而且刚刚虽然是 我们在鼓励说 你要迈出 那个道歉的这一步 但其实我有一点担心 为什么 因为在小许所诉说的 这个过程当中 我一直都觉得 好像他没有一种 觉得自己真的有做错了 那种特别忏悔的心情 我害怕他会觉得 因为我现在那帮狐朋狗友 都没有了 我的女朋友 也离我远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只有那个 无条件能容忍我的家庭 能够再接受我 我怕他是一种逃避 有人质疑 有人鼓励 施老师您呢 我不知道站在他们哪一边 但是我看小许 他有一点 在夏老师的鼓励下 他终于抬起眼睛看我们了 这不是自卑 这是对我们的尊重 然后在我们交流的时候 我们都是平等的 你需要看着对方的眼神 你过去撑起天大的面子 不管是虚荣心 还是自卑 永远不如他今天 不卑不亢地 坐在这里重要 中国吧 他有一个文化 尤其在年轻的时候 容易接受 你看他刚才讲的 没文化的都发财了 他肯定对他一个打击 这就说明土豪质量不高 土豪的关键我告诉你 在于土 不在于豪 第二个呢 你看小姨的潜财词 你能听到吗 多棒啊 这孩子 聪明伶俐 品学兼优 言外之意呢 比邻居家那二傻子要强 我们太习惯横向地比较 把别人灭了 然后就形成一句歌词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我就受不了 但是我就说 你从现在开始 既然来道歉 不管自卑过去 还是自傲 你现在不卑不亢 接受自己 只跟自己比 你今天坐在这里 是不是比昨天 负债累累的 那个你要强一万倍了 想说什么 想说 我已经开始工作 然后攒钱 给自己定了一个十年的计划 把父母卖掉的房子给买回来 你现在有工作了 现在早上九点开始上班 到下午三点是做电话销售 晚上四点到凌晨三点是做酒吧的推销 因为推销会有小费 挣的也比较多 然后也不再去逛一些奢侈品店了 然后希望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每年攒五万块钱 十年把这父母卖掉的房子给买回来 不做土豪啦 不做 其实说到这儿 我还想特别让你回忆一下 当你在外面 非常豪气地刷信用卡的时候 当你出入五星期酒店的时候 当你伸着脚 让别人跟你做粗疗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你爸妈吃着什么 穿着什么 用着什么 他们每个月拿那三千多块钱的公司 连一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卖了给你还债 我不知道你想过这事没有 我记得我原来我们自己刚好年轻的时候 在外面稍微有一点高消费的时候 就会想着自己的父亲母亲 每天都是过着非常平常的生活 甚至自己牙缝里面抠出来 让自己的儿子在外面可以体面一点 难道你没有这样的良知吗 三千块钱左右的退休金在北京不算高 其实相对于是偏低的 到临了了最后一套两时一天的住宅也都没了 我不知道你这是怎么想的 我相信在刷这些信用卡的同时 你不是没有反省过 你肯定也反省过觉得自己做得特别地不甘心 因为你每次回家的时候 回到自己那个朴素的住所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其实你们家真的没什么钱 但是你杀不住自己买奢侈品的脚步 你觉得面子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才会挖空心思 欠下债务累累 接下来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虽然你父母今天没有来 但小姨来了 今天小姨代表父母 你有什么话 这么长久以来堆积在心里的 以及看透周围世界的 人心冷暖也好 你都跟小姨说 或者对着镜头跟爸妈说 继续让我们进入 谢谢你来 小姨 在外面 这么久了 也没有回家 看一下父母 我今天准备了这份礼物 想代表我的回过的决心 过去犯了那么多无知的错误 今天在这里跟家里 以及您说一声对不起 然后也谢谢三位老师 然后谢谢你们给我提的宝贵意见 今后肯定认真工作 不注重自己的外表 从内在改变自己 爸妈 爸妈 过去是我的错 我不该给你们撒谎 也不该买一些奢侈品 在这里儿子给你们认错 小姨 请你接受我的礼物 这你的礼物啊 好小啊 来 转动传送带 小姨代表父母 拆开看看 什么呀 是一张银行卡 那里面有多少钱 里面有五万四千六百六十九元 我给自己订了一个十年计划 每年攒六万元 十年之内把父母房子给买回来 那这个攒了一年了 这一次还有一个月就要过年了 然后我会通过这一个月的努力 把钱凑齐 完成第一年的任务 先取五万 自己先拿着吧 要不然一付得生气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第一 中国人有一个概念 还债先把外债还了 第二 为什么把外债还了 至少让人瞧得起 第三 你也有错 你这五万拿到手了之后 其实你是没有权利 自己来处理家中的财产 你是应该跟老公商量的 你这是不对的 如果你要是跟老公商量了 借这五万 我估计这五万借不出来 也就不会害他 这女人一旦心软呢 什么都愿意奉献 结果爱就变成了害的 所以小姨 第一把她五万块钱取出来 跟自己老公说 你看我们家小许 有错就改 是个爷们 姨父会对她刮目相看 这对于建立她自己的自信 这是第一步 通过这张卡 我能看到 她不是开始工作了吗 有自己的收入了 中国不有句古话吗 浪子回头金不换 但愿你开始新的生活 我来的时候 你爸妈让我带给你一句话 无论你在外面多苦多难 今年过节一定要回家 大家能团圆一下 一定要自己保重 行吧 今年过年一定要回家 不一定要带礼物 带着一颗心吧 好吗 好 那你怎么着 掺着你家小姨 加油 爸爸妈妈 过去是我的错 在这里儿子给你们认错 浪子回头金不换 但愿你开始新的生活 现在我们才发现 其实每一个道歉的人 并不全都是他的错 每次道歉 被道歉的人都有错 但是谁先勇于说道歉 对于自己来说 自省是一种无比高尚的品格 我们要谢谢这些道歉的人 也希望那些被道歉的人 也好好地警醒警醒 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有任何遗憾 需要弥补 有任何歉意需要表达 欢迎来到我们 谢谢你来了的舞台 我们尽可能帮助你 重新开始 重修就好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他就说得不合我心意 然后我就回去骂他 我说你个神经病 我妹直接就拿着那个盆 砸到我妈那个手上了 哀其不幸怒其 我觉得听对不起我妈的 妹妹也来了 我现在很后悔 我会让他过上好日子的 妈 妈 哎呦 全部都是第一次啊 妈妈 我爱你 中国故事 天下传奇 重庆卫视 重庆卫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